有很多电影其实是看得让大家得到一种娱乐 开心一点 在今天这样一个大家本身压力各个方面焦虑都很大的一个时代 为什么想到要拍一个这么关于苦难的片子让大家看 这个始作勇者是振云 他写了这样一个小说 看了这个小说我才知道河南原来 就是在42年有这么大一个灾 饿死了这么多人 如果不是振云写的小说我们也不知道 更可悲的是振云写这个小说他要去采访 他问到很多十几年前 他问到很多那个幸存者在这个大灾荒里 这些人也的回答也是说记不清 所以我就是特别有必要把他拍成电影 我们河南人给世界留下的是最后一次幽默 就是讲老张要饿死了 他想起了三天前饿死的老李 他会说呢我比老李多活了三天 我值了 那这样面对死亡的一种态度 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次幽默的态度 是不是比追问的态度更严肃 或者更悲凉呢 幽默是一个大海他掉到这大海里他就融化了 这样幽默的态度的话呢 其实呢就如果在一开始就拍成了 我们可能就会出现哭天抢地的那种情况 因为这个因为一直没有拍成 所以振云的有充足的时间 拿起剧本来看一看 时间走过这个时间 完了你对生活的认识也提高了之后 你比如说对剧本的改动就出现了 灾民的感情是什么样 徐帆把两个孩子把自己卖了 把自己卖了 跟那个两个孩子很平静的说 记者把牌位给他 老家是严精的 跟女儿说这个风车是你爸爸给你坐的 你父亲给你坐的 别丢了是个念想 演这个戏的时候 我跟演员是有冲突的